大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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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也容易 活也容易 生活不容易 生活是真的 不容易 不容易 居然 生下来 就要活下去 生要靠别马 或要靠自己 从容 面对 每一天 活得再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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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已不忘情 是已不丧情 是已不丧情 谁若难重生把手 帮了别人也是帮了自己 得已不忘情 是已不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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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宜不丧气 生活是什么 是什么 生活就是 快快乐了 快快乐了 活下去 大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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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快点 濤淑 濤淑淑 起来了 起来了 起来吧 咋起 濤淑淑 老子那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梁鼎子·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金金 我们带牌出去就做不了算 啊 有去牌出去吗 要去牌出去嗎 不要去啊 一定要去 那好吧 走嘛走嘛 来来来 来 我今天请用餐 小佳去把高总请下来吃饭 高总从会儿没回来 刘东 拍样的 老师傅 久闻您的大名啊 那个小女孩 聊老小女孩的事 实在是不好意思 不过呢 我们会尽可能去找她的父母 算了 吴所长 别找了 这个小鱼儿我是要定了 就是希望你们尽快给办个户好 那户口我们正在给您协调零食户口 尽快让肖尔赶快上手 对对对 要是那个任养更困难的话 那只有到福利院才来办户口 你坐来先等一等 好吗 好吗 游师傅 请把当时试进情况说一下 咱来了 没有挤在了这个 没什么情况 这个河水不深它 是吧 根本就淹不死人 没事没事没事 你是第几次奋不顾身救人啊你 哎呀 不存在什么奋不顾身救人啊 它是这样的 我今天早上烧底的时候 我烧热了 我就下火去洗个澡 结果我一看到这个人家这个小姐呢 昨天夜游也游热了 人家也在河里洗澡是吧 这个也没有法律规定说 不允许男的女的在河里洗澡 是吧 我回去 你作为皇后姑娘每次关键时候 你们说一下情况吧 这小张大师 你说一下情况 当时情况怎样了 别招了 别招了 你说一下情况 您可千万别把刚才我那个做的笔录 告诉这个傻瓜记者啊 对啊 刘师傅 你看您做了好事怎么能做贼事 你不消退我散过他们的宝子 我消了个鬼儿子子味不好手啊 现在是说的是要防火 防盗 防记者 好 好 好 дляip 走죠走 走 那右边这间房子啊 作词 虑东 小张的事还得麻烦你多关照一下啊 所长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你 我从水底下救人吧 我喊二 二八字你看 这人哪 这又到了一定的年龄 回头一看 才知道什么是吃亏是福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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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光总 彤总 你好 高总呢 高总昨天今天都没有来公司 梁丽呢 也没见人 真的没见人 车呢 在车库 洪总 你要用车 终于煮了碗姜汤 要喝一口 冷不丁跳到凉水里头 弄一干嘛 没想到河水那么浅 可没想到还有你这么傻的 死里子 死里子 但是哪条法律规定了不许人傻的 小张姐姐我跟你讲 无穷无私杀 我跳到河里的时候我才想起来 我根本就不会游泳 要不是我报道你啊 我恐怕早就跟我的大生活告别喽 所以咱俩 说不上来的是谁救了谁 也许是你见义勇为 提前跳到河里头 等着再救我了 我们两个就像那个 庄舟蝴蝶 差不多一个意思 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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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对吗 你要活哈 好 丁老哥们呀 你的病情虽然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 但你看 你这不天天都还得吸氧吗 为了对你负责 我们的意见呢 你还不能出院 好好好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医生啊 劝劝他 对呀 劝老兔子劝了 劝了 劝了 劝好了好了好了 劉东 你来了 来了来了 劝老兔子 他就吵着闹着要出院呢 哎哟 丁爷 丁老给鸣 既来之则安之 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的 把身体治得好好的 调理得好好的 咱们再出院好不好 不不不不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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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老兔子 你怎么了 感冒了 给点子 趴着干毛了有 今天一早上 吊得肚子好气 怎么可能呢 别听他胡粥了 你看你看 我怎么会是胡粥呢 老爷子我跟你说啊 我们那院里住那个小张姐姐 就租我房子那个邻居 知道吗 今天早晨不知道为什么事想不通了 嘿 打林村的 他回头挑了福来活了 你看 正好还让我给碰上了 我只有挑下去把他救不起来嘛 好啊刘东啊 你这救人一命 盛造奇迹浮屠 你有好报啊 哦 是啊是啊 当时就有好报了 要是轮远了就给了我一个耳光 还怎么会呢 哎呀 所以我就想啊 我应该建议咱们人大 制定一条关于自杀的法律 自杀死了的 免于心死其所 自杀不私利吗 盘他鬼儿子信 哎呀 你这不是逼人走向绝路 非死不可吗 逼着人家找一些 行之有效的自杀方法 逃避法律的制裁 啊 你这是不对的你 哦 对对对我是不对的 哎呀 其实我这耳光也是自己找的挨的 你说 他跳就跳 我不管他 我看着他扑腾 为啥子 这那河水 是有七腰那么深 幸亏他不是成都人了 他不晓得富兰火拉个地方神 他要跳到揪眼瞧嘛 哎 我也怎么把他救不起来 我在报上听到说的 有些人哪 火得不来烦了 就吵富兰火 有的就在闹车了 有的就难死了 有 哎哎哎哎 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如果想自杀的人 第一次没死 只有第二次 强烈 嗯 那我回去看一看 快去 去 你老生前 没有住上儿子的楼房 妈 你老死了以后 儿子一定要给你 修一个大房子 让你老永远安息在里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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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刘东叔叔 好 刘东叔叔 回来了 来来来 回来的正好 好香啊 刘东叔叔 您家过得很奢华嘛 对对 我们当然奢华 我们不奢华谁奢华 厅长啊 教给你一个重要任务 端着这碗鸡汤 送到小张姐姐那去 路上慢点走 别烫着 别洒了 刘东爸爸不能亲自去送 人家万一一关不整呢 我进去人说我性骚扰啊 慢点走 真香啊 有我一份吗 没你的 对不起啊 这份是给丁爷的 这是给小鱼儿留的 这个鸡爪子 鸡头 鸡屁股呢 这是给我留着下酒的 您要想吃 您拿鸡屁股 对不起啊 行吗 行了 太不够意思了 我不吃了 我来有正事 什么正事 说 看 这干嘛这什么意思啊 洪总让我把这个送来 干嘛呀 洪总说了 丁爷住院的全部开销 都由他来负责 那 那洪总干嘛不自己送到丁爷那去啊 你脑壳怎么那么方啊 我妈说了 丁爷那脾气太拧 比你还拧呢 他肯定不会要 我脾气拧 我跟你说 我水火里不是一般话 我像个蚯蚓一样 我一天到晚钻在土里头 那雨下的 焦得我都快窒息了 我才出来透口气呢 等太阳一出了 我赶紧又钻回土里去 稍微慢一点 就被一群蚂蚁攻击 你见过那一群蚂蚁 咬一个蚯蚓的那个景象 你见过吗 没有 你没扫过大街 你当然没见过 你说我拧 丁爷拧还是真拧 你算了吧 你要是不拧 我们家哪里现在 是这种局面呢 那你们家现在 这种局面是 牛东爸爸 怎么了 牛东爸爸 咋了 想让姐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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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 你还请不吝点 你还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真是个好人 你可千万不要怎样说 我根本就不想当那好人 我现在算是理解这个好人的概念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失算越多 人家越把你当好人呗 像当麻将一样 你天天在阴闭口 那跟你说嘛 你天天在俗 送财 都想跟你说 对不对吗 看不出来 你这人说话还挺有哲理的 不过那好人有好方 大夫 这小张姐姐没事吧 她吃来面药正在洗胃 麻烦您一定把这个 把这个寡女子给求活 这是我们的主角 好了 交费吧 哎 哎 路千块啊 哎呀 你是不是大阿欣欣一成个人 也花不到那么多钱啊 人家是 看不出来 你这人还挺幽默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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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小姐 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哦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 哦 谢谢啊 您这几天见过高明吗 哦 是吗 哦 谢谢啊 打扰您了 哎 打扰您啊 箭字 又打扰您了 没放测您了 甚至好 好了 你还没帮止 你尽快点抒掉 点摩扰点 él 呢 柳东叔叔 刚明叔叔已经失踪两天了 晚上我和小鱼儿 去医院给丁爷送了鸡汤 丁爷说鸡汤很好吃 就是咸了点 是咸了点 和艺母混合 丁爷说的 章爷说鸡汤 你怕吗 糖 酱 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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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洪姐你怎么来帮我扫地来了 东哥 我知道你的事多 我能帮你的也只能这样 你快去看丁爷吧 来 坐吧 丁爷 给您老人家送饭来了 这是您的 这是人家小张姐姐的 一会儿我再送上去 现在别别别 我来我来我来 来 吃吧 乌斯玛你没得办法哟 这就对了吗 有日子没合喽 柳东啊 你什么时候把这花给我拿走好吧 我整天睡在这个花荡中间 你上头再给我盖一个档棋 那我就千古了吧 拿走拿走 我说你真是 当次还越来越高了 还要盖档棋呢你 还差长松垂背呢 小子 我还听说我这回住院的钱 还有那小张住院的钱 都是你给垫付的 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你操这么多心干嘛呀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 您踏实实住着 别别别 你给我说清楚 咱们使了谁的 谁送的 跟谁借的 你都要一笔一笔的给我记清楚了 我丁大贵这一辈子 就想干干净净的来 清清爽爽的走 不想欠任何人的情和债 可我偏偏欠了两个人的情 我这辈子都还不清啊 一个就是你爹 一个就是你呀 唉 那时我怂 我太自私了 我该出手的时候 没有出手 唉 等将来我死了 你都会明白的 唉丁也 你要再这么一口一个死活了的 我告诉你我真生你气了啊 那我立马给你办出院手续 你赶紧回你的小贩馆去扭亏为营去 老子嘛 除了几天高级的秉坊 收到几个滑烂 意味自己不是普通人了呀 快自己决定神思了呀 那么大把岁数 怎么跟楼上的小张姐姐 一样不懂事呢真是 你不是一直把我当你儿子吗 我是把你当儿子使唤 哎呀一个意思呀 我跟你说老爷子 你这辈子 你要不踏踏实实抱孙子 看着你孙子长大成人你再去死 我要吊一敌眼蕾 我是鬼儿子 是啊 刘东啊 我怎么 我怎么觉得腿越来越没劲啊 你说我将来 会不会站不起来了 哎呀 我说你 你不但站着起来 你还能走 行走如飞 还能跑 当然你想飞是不可能啊 又不是潮人 哎呀丁爷啊 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你也不是潮人 但你也不是普通的人 你就是满嘴没有一颗牙了 你照样能有滋有味的活着 因为你亏活久啊 再说了您现在还满嘴都是牙呢 好 好 柳东在这儿呢 我跟丁爷正在说您呢 说我 啊 说什么话啊 全是好话 就你们俩 那嘴里能长出象牙 长出象牙还不把您给吓着了 行了 您您您您在这待着 我去给小张姐姐送吃了 去 好 放心 丁爷 我走了 满地醋 还吃了什么 饭 还行吧 还可以 你是病人家属 就算是吧 那你过来一趟 好 熟悉行走嘛 到处行走算个啥行走呢 不晓得 不晓得 因为只有不晓得 跟你说你也找不到 来 老金 金头面 你再叫回去吧 啥事 还是那姓吴的 还是那鸵鸟蛋的事 我知道了 老金 老太太 没了 走了 这样 这两个月的电话接听费 你就别给了 算我一点心意 好 哈 好 好 哎 良玛吧 啥咯啥咯 拿着拿着 你拿着拿着 耍了耍了耍了 啊 继续接听 我建议你去请一个全天护理员替你照顾病人 你想 你一个男同志总不能老待在女病房里吧 再说了你给病人擦澡 端使尖尿的也不方便 病人情绪也不稳定 有一个人陪着总是好的 对 有道理 那请一个怎样的人一天要好多钱啊 不贵 一天三十元 三 对 不贵 如果晚上你要陪病人的话 还是要去租一个钢丝床一夜五元 再给病人买一个尿壶十五元 楼下有洗漱用具就在楼下超市里 好吧 要得吗 你先去吧 我去给你找人 好 行了 行了 我的天哪 小朗琳 你醒了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来 咱吃点饭了 来来来来 吃点饭 吃点饭 来来来来来 素花锁 恩是铁 凡是钢 一根不呈 形头黄 来吧 你看我给你做的菜 我问问香不香 不想吃啊 来吃点水果 来 来 来 初三 看 还是那句老话 不管遇上什么 只要你坚定地走下去 多大的看能不能过去 你这回也算是 踏烂不思比又好不复啊 你不是经常还唱哪一首歌 才跟到干就要走 我跟你说小张姐姐 我就感觉 依旧是一个大富大鬼之人 你要不信 你就往下走了看 一准的感觉就不一样 不要乱哭了这儿 来帮我吃点东西 任君家属 就她了 你看看行不行 可以可以 行了啊 这个就是小张姐姐 她没吃饭 你要吃点水果 我会把这个饭带回去 下午给她带新鲜的来 啊 杉杉姐姐 我先走了啊 我下午来 给你带换洗的衣服 你现在就得好好养病 什么也甭下 等你好了以后 有什么心里话 我们两个再说 好 我走了啊 大哥你就放心吧 好 小张姐吃点水果啊 好 小枫啊 那个小张姐姐 她为什么会自杀啊 我哪知道啊 你平时不是挺爱问问题的吗 你怎么没去问问柳东叔叔 她也不知道 那那个小张姐姐她现在怎么了 不知道 你看你小枫哥哥 一道正经事就是一问三不知 小张姐姐那模样还怪吓人的呢 是吗 那柳东爸爸有没有告诉你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告诉了 柳东爸爸说 小张姐姐脑子进水了 鱼儿 我看你脑子也进水了 你才进水了呢 好了好了 该上学了 别迟到了啊 走吧 谢谢 小伟 小东爸爸 我们上学去了 那去吧 来来来 小车啊 好 洪雨 小枫说家里出什么事了 洪雨 小张姑娘 你好点了吗 我是从柳东那知道你的 你还不知道我吧 从远处说嘛 我也是病号 我就住在楼下 从近处说嘛 柳东他管我叫丁爷 小张姑娘 你大概 心里有很多难事 你跟丁爷说说 我们一块儿帮你解决 好吧 小张姑娘 你要爱惜自己呀 你看 你爹妈把你养这么大 容易吗 她要是知道你这样糟蹋自己 你想她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啊 我 曾经也有一个跟你一样年轻漂亮的女儿 可惜呀 里面上山下乡 她去了呼伦贝尔大草原 就再也没回来 姑娘 你 你得想开着点 生活嘛 就是你爹妈把你生下来 你呢 要靠你自己活下去呀 你说哪个孩子 不是爹妈的心头肉啊 这一会儿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这心里 就真正疼了三十多年啊 一刻也没有停过 老头子 你不要命了 你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跑到这儿来了 医生等着你打针呢 那好 姑娘 等到你好了 能下床了 能下床了 到丁爷那儿跟丁爷好好聊聊好吗 你养着啊 我去了 我去了 我 真是 你真的什么都不想跟我说吗 虹女你听我说 如果你遇上了高兴的事 你告诉你的朋友 这高兴就成了两个高兴 朋友可以和你一起分享 如果你遇上痛苦的事呢 你也告诉你的朋友 这痛苦就减轻了一半 朋友可以 共同承担 别扛着了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你们 你们吵架 你跟我说 我有什么事吵架 我怀孕了 知道知道 你说吧 不是高明的孩子 是高明傻弟弟的孩子 什么乱七八糟的 别打断我 不然我就没有勇气再说下去 高明患了癌症 他一直想要一个孩子 他亿万财产的继承人 可是他不行 他没有生育能力 他便退而求其次 让我怀上一个 有着高家血统的孩子 我是不是很傻吗 简直说 高明答应我 只要我和他的傻弟弟 同居一个星期 不论我有没有怀上 高家血统的孩子 他都会和我结婚 可是我现在怀上了 他却一口咬定 这个孩子 不是有着高家血统的孩子 怎么回事这是 昊玥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认认真真回答我 有两个问题 第一 你为什么会答应高明 你要这样做 你是我想继承他的财产 我想和你和小枫还有余儿 还有我这高家血统的孩子 一起过上你说的大生活 还有我可怜他 我面对一个身患癌症 将要死去的人 我不忍心我也没有勇气去拒绝 第二 你怀的可以肯定就是高明的傻弟弟的孩子 除了他 没有人碰过我 那这就怪了 那为什么高明会一口咬定说 这不是怀有他们高家血统的孩子呢 到底为什么 我不知道 那好 你跟我讲讲 跟我讲讲当天晚上的情况 我就是栽葬 我和一个我根本不爱的男人睡在一起 我也会觉得恶心 更何况他是个傻子 所以那个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躺在床上之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醒来 大沙弟弟就睡在我的旁边 那我找高明去 你找不着他 他失足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 好好睡觉 好好睡觉 别折磨自己 红游跟你说我 我不想帮你 但这次我必须得帮你 我先走了 我医院里还躺着两个病 你 再跟你说一句话 当你自己觉得 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时候 你起码还有时间 时间 时间可以 复平一切创伤 那你现在好 那我可以 打开你吧 在那里面 有一个人 不得了 什么人 因为不得了 我愿意 不得了 你一个人 老革命疼吗 一点都不疼 老革命啊就是老革命 我给有些人打针的时候啊 我连碰都没碰到他们 他们就能嗷嗷直叫呢 老革命你真了不起 你怎么知道我了不起啊 那天那些人给你送花了 还有果然的时候 其中有好几个人 都是经常上电视露面的大人物 大人物都给你送果然和花篮了 那当然是了不起了 那些人我都不认识 我还正琢磨着 他们是不是都送错了 老革命你好会开玩笑哦 小张姐姐醒了 今天我们要还活死了 要吃包子看看 我亲自给你蒸的包子 我问我多想 嗯 我给你喝嘴 我跟你说啊 我这包子不能拿出去卖的 只要一上市 马上就是成都的名小吃柳包子 你信不信 不吃啊 吃饭了 大妈 大妈 她今天吃饭了吗 吃水果了吧 还提呢 都让你那个护理工吃了 那那我那护理工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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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 才会有好事其实美事 都是跑光来找你 好人好抱吧 说的没错 坏人倒霉吧 这是一个真理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的 好人好事做到底 幸福就会陪伴你 大生活 轻松才快乐 大生活 健康才快乐 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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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炉都在 宅宅 感谢观看